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宣布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达成新的美墨加协定 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特朗普得意的形容呢 这是有史以来最公平和最好的贸易协定 那随后话锋一转呢 就指向中国 表示美国会继续在贸易战向中国施压 至于何时可以和中国贸易谈判呢 他则坦言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美国对各国家中关税 发动贸易战以迫使他国回到谈判桌上的策略奏效 在经过一年多艰辛的谈判后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划起旗舰 达成新的协议美墨加协定 取代被指对美国不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新协定 墨西哥和加拿大做出了巨大让步 同意加大在劳工权益 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保护力度 放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 不过美国政府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 将维持不变 对于这场贸易胜仗 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时 忍不住吹嘘 这是美国史上达成的最好最平衡的贸易协定 按照程序 美墨加三国领导人最快将在今年11月签署新协定 特朗普也不断强调关税的重要性 提供美国和他国谈判的筹码 如果没有关税这项协议就不会达成 针对于中国的贸易战 特朗普则表示 中国十分渴望想要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但美国关税的压力还没达到 能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做出足够的让步 要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还为时过早 我们看什么会儿在中国 我们赶了375 billion 在贸易貸贸易 他们有预测的预测 375 billion 和美国的美国 而且它已经是这样子 年轻,年轻,年轻 我一直说我们重新建筹 他们拿了这钱 特朗普指出 中国多年来通过不公平贸易 从美国攫取太多 每年美国都有巨额财富流入中国 这还不算中国通过盗窃知识产权 和强制技术转让获取的财富 面对美国的重重关税进逼 中共政府立场同样强硬 拒绝威胁谈判 强调两国的经贸磋商 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作为代价 因而在早前取消了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